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力度再加大 上个月29号首度出现共军补给登陆艇 闯进了我国近县市水聚区内 有两艘能配对机械武器的271型登陆艇 就在金门水域徘徊了40分钟 所幸在海巡跟肩驱离之下化解危机 而国军也有在全程的监控 但是军事专家分析 虽然这样的登陆艇吨位不大 平时功能也大多是补给的功能 但是对于离岛作战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程度 发现前方舰艇进入金门近县市水域 我国海巡强硬广播驱离 因为眼前这艘可是隶属中国共军 陆军部队的补给登陆艇 船身变号清楚可见 上头更悬挂着中国五星旗 上个月29号上午金门宅山南方的限制水域 突然出现两艘共军补给船闯入 海巡立即出动花了40分钟跟间距离 而这也是金门水域首舰解放军船只 我方国军也全程密切监控 这回闯入的就是共军271型登陆艇 虽然排水量只有500吨 盾位不大 但上头不断配备机枪武器 更可容纳约三部主力战车 据是专家直言 对外离岛还是有一定威胁 九级风的阵风接近它操作的上限 所以可能因此选择靠近陆地的进限制水域 那么在战时就反过来会支援陆军的登陆作战了 中国侵老层级似乎也不断提升 从海籍海监船频频闯入 再让上个月初联合公务船共组编队 这回又见共军登陆艇 我方势必也得提高警觉 容易擦枪走火制造冲突以外 也是进一步测试我们的底线 压缩我们的反应空间 连共军都已经进入了金门的进限制水域 把金门台湾台湖这个内海 示威内海的常态化 中方灰色地带侵老进逼 国军海巡第一线都得紧盯对岸 一举一动 谢谢台北金门综合报道